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會發生口角 就是因為港生在宿舍房門 彰添便條紙聲援反送中 沒想到被大陸籍學生 每天騷擾還發生肢體衝突 囂張力氣 你們出去吃飯 然後又讓我們集聚什麼 什麼中國的地方 你不承認就去試 然後就潑我們水 就冷靜熟你吧 然後雙方都互相快樂 主要是還是以和平為主 就大概就這樣好了 香港籍新生因為敏感問題 遭到大陸籍學生動手毆打 多數學生也不認同暴力行為 但讓港生更生氣的是 學校想稀釋凝人 大國以上的這一個事件 我們都會送到 學生講成委員會去做討論 學生講成委員會 我們現在在聯絡委員 最快的話這個禮拜三會召開 秀喜學生事後也發表公開信 要求校方與肇事學生 搬離第三宿舍範圍 告知紀律出發情況 還要求公開道歉 而打人的陸生事後也被起底 雙方和解收場 希望在台灣的民主勝地 還能高談闊論 不被中國綁架 上日新聞成績尋青高雄報導